大家好 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忘记了你的Home Assistant的密码 该怎么办 我现在以我这个Home Assistant为例 假设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我的密码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还是有办法重新进去的 并且你的所有的配置不会丢失 首先我们用我们的XShell打开 我们安装Home Assistant的树莓派或者是斐旋N1 然后我们输入PS-EF命令回车 然后我们首先确定一下我们Home Assistant进程 是以哪个用户在运行 大家看这一条就是我们Home Assistant的进程 在前面的位置大家看左边有一个派 那么证明我们的Home Assistant就是以派用户在运行 那我们登录到派用户的Home加目录下 我们敲cd.home Assistant 进入到Home Assistant配置文件目录 然后我们敲ls-a回车 这个命令就是显示所有文件包含隐藏文件 它会列出我们所有文件包括隐藏文件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目录是隐藏的 叫Storage 我们需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目录删掉就可以了 我们用rm-storage命令 把这个目录删掉 不好意思 rm-r回车 然后我们再用ls-a看一下 这个目录已经被删掉了 它已经不存在了 然后我们再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进程 我们用sudo命令 sudo system control restart hass命令回车 这条的命令就是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系统服务 好 系统服务已经成功的重启了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网页 重新刷新一下我们的登录界面 大家看 跟我们刚安装好一样 让我们重新创建一个用户 那我们现在开始创建 我们创建一个IT Commander的用户 然后我们设置好新的密码 输入两遍新密码 点击创建账户 然后点击下一步 完成 大家看 我们又重新进入到了我们的Home Assistant的界面里 并且我们所有之前的配置并没有丢失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期教程很实用 如果你觉得这期教程很实用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